小一智行分配學位結果公布 有家長去到學校查結結果 李家超舊態國分香港之後確診 正是接受隔離 俄羅斯和烏克蘭互相指責對方 攻擊澤波羅結合現場 各位五安,我是周鶴欣 小一智行分配學位結果公布 在九龍堂一間小學 陸續有家長來查閱結果 家長也可以瀏覽學校網頁查閱 或者致電學校查詢 獲取綠之後 家長需要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去到學校辦理註冊手續 今年有43,000多個兒童 參與自行分配學位 莊中21,000多人 成功獲自行分配學位 五成四人屬於世襲生 即是有哥哥姐姐就讀 或者父母在同校任職 五禁言參與自行分配學位人數 創十二年的新低 有家長說不覺得競爭又減少 適靈的學生是少了的 但是這些學校都是差不多多人爭的 平時怎樣栽培兒子 為了平時準備的 沒有啊 都是學校的興趣班 今晚會不會怎樣拼職呢 早點睡吧 暫時未看到 都會最上次的 少了而已 但是都很多小朋友都是繼續讀的 行政長官李家超 由泰國曼谷回香港之後確診 正在禮賓府接受居家隔離 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說 行政長官李家超 由泰國返港之後 在香港國際機場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 他訪問曼谷四天期間 快測結果都是陰性 隔離期間會在禮賓府工作 按需要以視像出席會議 至於陪同行政長官出訪泰國 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長官辦公室職員 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衛生防護中心正是評估他們 是否列作密切接觸者 在完成評估前 他們暫時再加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下個月舉行換屆選舉 按照早舉行選舉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推選主席團 會議在灣仔會展舉行 根據選舉辦法規定 1423個選舉會議成員 負責選出36個港區人大代表和3個候補名額 回線推選19個成員組成主席團 確定提名期和投票日 之後召開選舉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 確定投票的程序 今日會議有1,101人出席 行政長官李家超是成員之一 但因為確診而缺席 主持會議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楊振武說 選舉會議成員來自香港各界 據廣泛代表性 體現社會整體和各界利益 亦受全體香港同胞仲托 行使選舉權利令到光榮責任重大 接連有國際籃球賽事播放王仔日標示國歌時 變為與港獨有密切關聯的歌曲 港協議委會議務秘書長黃敏昭說 最快今個星期內會向體育總會發出指引 聶名運動員、教練等 如果在賽事現場發現國歌、國旗等有出錯 必須即時表態 運動員、隊長等一定在這裏 甚至教練都在這裏 那些就應該他們應該有個義務 有甚麼事他立刻表態 所有人都知道 表態就是做一個動作 我們曾經想過有些比賽想暫停的 有一個卡卡訊號或一個T字力訊號 現在我們在談及 集中一個不要有個選擇 當然我們之前有講清楚 你們要怎樣怎樣做 甚麼情況要怎樣做 如果他們不跟逐 當然我們要視乎他們的嚴重性 哪些沒有跟逐 我們會去處理 我們當時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交代那些應該怎樣做 如果當時是這樣的旋逐的事 他們都做錯 如果他們改不了 可能我們就真的要他們去處理 菲律賓軍方說 中國海警船強行奪去 飛方撈起的懷疑中國航天火箭碎片 中方暫時未有回應 派駐南海中葉島的飛軍指揮官說 示範在星期日 當時飛方正是用船 將懷疑火箭碎片拖回去中葉島 其間一走編號 5203的中國海警船駛近 並放出衝氣艇 艇上的人員強行撤斷 拖著碎片的艦索 拿走碎片 飛方的士兵並沒有抵抗 時候回到中葉島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中葉島由菲律賓實質控制 是南沙群島九個受飛鋒控制的島礁中 最大的一個 除了菲律賓士兵 還有平民居住 俄烏戰士接近九個月 烏克蘭澤波羅伊特電廠多次遇襲 俄烏雙方互相指責是對方所為 國際原子能機構警告 攻擊核電廠形同玩火 會觸發嚴重的核災難 網上片段顯示一個水庫附近發生爆炸 上載片段的車神領袖卡德羅夫聲稱 是烏克蘭軍方攻擊 雜波羅伊特電廠的一刻 控制核電廠的俄羅斯軍方說 烏軍在星期日炮轟核電廠兩次 都擊中向核電廠輸電的電冷附近範圍 其中一次更加命中核電廠一棟建築物的頂部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就將襲擊歸咎俄方 說俄軍攻擊核電廠裡面多個基建設師達12次 其中三次擊中變電站一帶 認為俄軍新一輪攻擊 是要阻止發電機組重新啟動 令到核電廠無法恢復向烏克蘭民眾供電 國際原子能機構說 襲擊由星期六晚持續到第二天 認為完全不能接受 重新施襲者是在玩火 構成嚴重核災難風險 強調必須立即停止 南部刻意從事自從被烏方修復之後 民眾逐漸擺脫過去大半年的俄式生活 到第一間重開的烏克蘭超市 排隊採舊烏克蘭土產貨品 有市民說他們現在不再被迫 只能夠使用俄羅斯勞布購買俄羅斯貨品 但他們盡快回復和平 恢復全面供電供水的願望 仍然未能夠實現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說 刻意從事以至其他地區 繼續受到俄軍攻擊 中部的蒂列伯羅比德羅夫斯克 北部的哈爾科夫 以及東部的盧金斯克和頓涅茨克等地 有多動民用建築物備位 在與烏克蘭接壤的波蘭東部村莊 上個星期已有導彈墜落爆炸造成的大坑 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兩個在事件中喪生的男人已經先後落葬 波蘭邊防人員透露 烏方人員已經完成在當地的調查工作 波蘭和西方國家一直說 事件源於烏軍防空導彈追截俄軍導彈的時候 落入這條村 但烏方對有關港發傳疑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ализ irk 人的主席團 肯定好一點 不然 譚依珠負責 不是我 改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忠見記者 看得好 很嗆 譚 老師 你想說 kings 你 kraseo quickest決定是甚麼 會否參選新一屆的人大代表 是 我決定了不再參選下一屆的人大代表 原因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年紀都不輕了 我就覺得人大代表的工作 可以由其他更加合適的人士去擔任 所以我是不再參選下一屆的人大代表的選舉 但是在過去這五年 我都覺得是學了很多東西 特別是人大常委會的工作 因為是負責立法的工作 有國家依法治國 所以立法的工作的任務是很重的 而且特別在這幾年裡 在2020年 2021都有人大常委會 也有些立法工作和香港有直接關係的 包括為香港制定了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 和完善選舉制度 這兩個對香港都是很重要 我有機會參與其中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儘管我就算不參加人大代表的工作 今後我都會繼續關心國家的發展 看看有些什麼呢 我都會繼續建言獻冊 去為香港社會服務的 中央、人大常委會方面有沒有對你作出橫濫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的決定 我決定其實我七月份已經做了 我也都向中央方面反映了 所以他們都很尊重我的意見 這次我也都參加了主役團 各位主役團成員 我應該更加說明了 我是不會參加下一次的人大代表的選舉 對於這個接入人會不會有心水 會不會有甚麼條件 首先就是應該要選出新一屆的人大代表 然後在人大代表裏面再推選一位去選這個常委 常委會是需要全國的代表通過投票選舉產生的 同樣正傳說林鄭月娥前進手會參選 你自己怎樣看呢 他是不是適合的人選 第一 我不會猜測誰會參加誰不參加 今天已經公佈了參選的辦法 都很詳細 誰認為他自己是合適 他有興趣就可以參選 我亦都不適合誰不應該參選 或者應該參選 我覺得這個又不是很合適 剛才秘書長也有提到有五個條件 作為一個合適的人大代表 你作為下一屆人大常委 你會不會應該多一點點的要求呢 對人大常委的工作要求 我想全國人大代表 他們自己會有個考量 他們會找出合適的人選出來 就是過去兩年都完善了選舉制度 還有國安法 我覺得自己任內算不算是公成身退 還是說都還有些遺憾 例如可能還給美國制裁 會不會是一些遺憾在這裏 我沒有什麼遺憾 我只有覺得很光明 有機會參與 為了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有機會參與立法工作 我亦都不認為 我給美國方面的制裁 這個是美國霸凌主義的行徑 這個是絕對我們反對的 所以我只有覺得 既然這樣所謂制裁的話 我只有覺得我做的事是正確的 我的任務是光榮的 現在的責任 會不會要求美方才對你的制裁 會否已經落入行 我沒有理會他這些事情 我看成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所謂什麼制裁的霸令行徑 你現在怎麼看林鄭與我們 你過去都認識了很多 你怎麼平衡他為人 對國家是否可以負責更多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不想 我也沒有需要去評論不同的人事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我沒有特別公開要表達這方面的意見 但是譚Sir 萬一如果林鄭前任特首 做下一屆日大常委的話 她比以往的前任特首的待遇 可能沒有那麼高 以前都是做政業副主席 地位是否降低了呢 通常假設性的問題 是不應該回答的 所以我不會回答的 好嗎 謝謝 各位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決定 不再參選下一屆人大代表 她說是因為年紀覺得不輕了 認為可以由其他合適的人選去出任 她又說過去五年學習了很多 特別是與香港有直接關係的立法工作 對於有份參與其中是覺得光榮和很有意思 仍然會關心國家發展 為香港社會服務 又透露7月已經是作出這個決定 而中央亦都是尊重 對於任內被美國制裁 她認為是感到光榮 說這些制裁的霸凌行徑是沒有意義 現場情況看到這裡 轉到這場消息 恒生指數中午收市部 17,666點 跌了376點 總成交超過640億 最後有港股 頭上股跌過8 刑副基金跌3.5毫 恆生中國企業跌1.46 美團跌7.8 阿里巴巴跌3.6 南方恆生科技跌9,6 京東集團跌11.2 港交所跌9.4 快手跌4毫 中國平安跌1.4毫半 其他主要籃銷股 匯控升1.5 有幫保險跌2.4毫半 中移動升2.5 港交所跌9.4 中華煤氣跌1.2 衡生科技指數報3635點 跌107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 餘額大約413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約527億人民幣 至於深港通的額度使用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餘額大約394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約538億人民幣 每日額度餘額大約538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約538億人民幣 其他消息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說 若當選眾議院議長 將會設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麥卡錫接受博士新聞訪問時說 中國是竊取知識產權的第一大國 將會制止有關情況 不再任由拜登政府坐視不理 另外對於美國聯邦調查局長日前說 美國關注中國政府在美國境內多個城市 設立未經授權的警察站 麥卡錫說共和黨也將會阻止 有報告說中國利用海外服務站 向當地中國公民施壓 強迫他們回國接受刑事指控 在北京中方說相關設施是喬包服務站 中國公安機構充分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 又強調中國一直不斷加大科技創新 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 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 成績是有目共睹 主辦世界杯的卡塔爾人權問題受到爭議 國際祝協會長殷勳天道 在記者會上說西方國家偽善 並保證到訪的球迷不會受到任何人權問題影響 為何我們英國人在過去3,000年 周圍的世界 我們必須拒絕為3,000年 前往3,000年 為何我們英國人做的事 我們必須拒絕拒絕 前往3,000年 他們確認 我可以確認 每個人都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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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國傳媒報導 自卡塔爾成功申辦世界杯以來 超過6,000個外地勞工在當地死亡 以及對待不同性取行人士等議題上 引起外界對當地人權的關注 引番天奴說難以理解批評的聲音 直斥歐洲人並不是真正關心 從來沒有真正提供幫助 他又說不應該批判球員或相關人士 讓他們可以專心比賽 全國人大代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下個月舉行半屆選舉 朝早舉行選舉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推選主席團 主席團成員之一的行政長官尼家超 因為確診 以視障形式發言 全國人大代表 會議在灣仔會展舉行 根據選舉辦法規定 1,423個選舉會議成員 負責選出36個港區人大代表 和3個候補名額 會先推選19個成員組成主席團 確定提名期和投票日 之後召開選舉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 確定投票程序 今天會議有1,101人出席 主持會議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秘書長楊振武說 選舉會議成員來自香港各界 據廣泛代表性 體現社會整體和各界利益 亦都受到全體香港同胞仲托 行使選舉權利 使命光榮 責任重大 另外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 不會參選下屆人大代表 7月當時已經做了決定 中央亦都表示尊重 他說5年任期內 為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 覺得很有意思 未來會繼續關心國家發展 決定了不再參選下一屆的人大代表 原因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年紀都不輕了 我就覺得人大代表的工作 可以由其他更合適的人士去擔任 我就算不參加人大代表的工作 今後我都會繼續關心國家的發展 看看有些什麼 一樣我都會繼續堅然献賊 去為香港社會服務的 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公佈 在九龍塘一間小學 陸續有家長來查閱結果 家長亦都可以瀏覽學校的網頁查閱 或者打給學校查詢 學取得之後 家長需要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去到學校辦理註冊手續 今年有四萬三千多個小朋友 參與自行分配學位 當中二萬一千多人 成功獲自行分配學位 五成四人屬於世襲生 即是有哥哥姐姐就讀 或者是父母在同校任職 今年參與自行分配學位的人數 創十二年身低 有家長說不覺得競爭減少 適靈的學生是少了的 但是這些學校都是差不多多人爭的 平時怎樣栽培兒子 為了平時的準備 沒有啊 都是學校的興趣班 今晚會不會怎樣拼職 早點睡 暫時未看到都會最上次的 少了但是很多小朋友都是繼續讀 即便有國際籃球賽事 播放或標示國歌時 編為與港獨有密切關聯的歌曲 港協企外委會議務秘書長黃文昭說 最快今個星期內 會向體育總會發出指引 列明運動員、教練等 如果在賽事現場發現國歌、國旗等出創 不需要即時表態 即是運動員、隊長那些一定在 甚至教練都在 那些應該有個義務有什麼事 他馬上表態 所有的人都知道 表態是做一個動作 我們亦都曾經想過 有些比賽想暫停的 有一個卡卡訊號 或者一個T字的訊號 那現在我們就聊天 都是暫停的 即是集中香港 不要有個選擇 當然我們之前有說清楚 你們要怎樣怎樣怎樣做 什麼情況要怎樣做 如果他們不跟蹤 當然我們要視乎他們的嚴重性 哪些沒有跟蹤 我們會去處理 我們當時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交代那些應該怎樣做 當時如果是這麼繩縮的事 他們都做錯了 如果他們改不了 可能我們就真的要他們去處理 南地新冠疫情仍未受控 連續5天突破2萬宗 而北京再多2宗死亡病例 新增的26824宗個案入面 廣東佔最多有9085宗 超過96宗在廣州 多區收緊防疫措施 其中白雲區凌晨通報 即是起嚴格限制人員流動 呼籲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地鐵、巴士等公共交通暫停運行 相關措施暫停維持到星期五 而天河和黃埔區 也公佈全區暫停堂食 娛樂場所暫停營業 另外重慶有6129宗 甘肅和寒南也有過千宗 而北京新增962宗 再多2個輕症患者死亡 分別是91歲女人和88歲男人 北韓批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偏幫比國欠公正客棍 重申北韓有權發展智慧武器 七大工業國外長呼籲聯合國安理會 需要採取重大措施 應對北韓發射洲際彈道導彈 七大工業國外長發聲明 說國際社會要對北韓的行動 作出一致而有力的回應 又批評北韓上星期五發射導彈 虛魯莽的行為 再一次公然違反聯合國決議 說北韓今年進行連串非發彈道導彈發射 前所未見 對地區和國際和平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強調北韓不能夠 也永遠不會成為擁有核武的國家 北韓上星期五發射一枚彈道導彈 射程可以達到美國本土 案例回應美國要求 星期一開會討論北韓問題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說 如果當選眾議院議長 將會設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麥卡錫接受博士新聞訪問時說 中國是竊取知識產權的第一大國 將會制止有關情況 不再任由拜登政府坐視不利 另外對於美國聯邦調查局長日前說 美國關注中國政府在美國境內多個城市 設立未經授權的警察站 麥卡錫說共和黨也會阻止 有報告指中國利用海外服務站 向當地的中國公民施壓 強迫他們回國接受刑事指控 在北京中方說相關設施是喬包服務站 中國公安機構充分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 又強調中國一直不斷加大科技創新 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 成績有目共睹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銷股的表現 維俄控股升一毫半 有幫保險跌2.4毫半 中移動升2.5 港交鎖跌9.4 香港中環煤氣跌1.2 恆生科技指數跌107點 再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證綜合指數跌25點 新證成分指數跌93點 市場今個星期注視聯邦儲備局 今個月初的貨幣政策會議紀錄 美國聯邦儲備局今個月初再加息4分之3 來主席鮑威爾表明 最快下個月或者明年2月減輕加息力度 這次貨幣政策會議紀錄 可能會更清晰披露聯儲局決策官員 對利率去向的取態 至於經濟數據 市場估計首次新令失業保險救濟人數 上個星期回升 由22萬2千上升到22萬5千 麥歇根大學消費程序指數年升4個月 升到今年4月以來最高之後 市場估計今個月回落 由59.9跌到55 房屋市場方面 新屋銷售在9月回落之後 市場估計上個月繼續下跌 銷售年率由60萬3千所下跌到57萬所 內用品訂單在8月和9月持續上升之後 市場估計上個月繼續上升 升幅百分之0.4 標準普爾全球的製造業採救經理指數 在上個月回落 跌到前年6月以來最低之後 今個月預料繼續下跌 由50.4跌到49.9 指數低過50反映美國製造業收縮 而標普全球的服務業採救經理指數 今個月預料也繼續下跌 由47.8跌到47.7 連續第五個月處於50以下 指數低過50反映美國服務業收縮 指數低過50反映美國服務業收縮 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毅鳳露 背双安部債手上雄心 期望兩國軍隊加強合作 另外毅鳳露和美國國防部長澳斯丁 將出席東盟防長國大會議 中美正在溝通協調兩人趁機交流 近年兩軍克服疫情影響 在高層交往、機制建設、聯演聯訓 人才培養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希望兩軍繼續深化拓展交流合作 為中簡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 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洪森說 柬埔寨在擔任東盟輪席主席國期間 東盟和中國的關係達到歷史最好水平 柬埔寨積極推動簽署南海行為準則 希望與中方共同維護南海和平安寧 洪森又感謝中國軍隊向柬埔寨軍隊建設 提供大力支持援助 希望兩軍繼續加強各領域的合作 藝鳳和仲與柬埔寨副首相兼國防大臣敵班舉行會談 並且會見柬埔寨陸軍司令洪馬來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說 防長藝鳳和對於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期間 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交流持積極同開放態度 雙方有關部門正是就此保持溝通協調 東盟防長會議昨天開始一年四日在柬埔寨潛立舉行 期間會在星期三舉行第九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 中美防長都會出席 中美軍事高層定期對話 因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到訪台灣 在8月開始暫停 如果今次中美防長會面 將會標誌著兩國恢復軍方高層交流 無線電視記者林海瑩報導 菲律賓軍方說 中國海警船強行奪去飛方撓起界 懷疑中國航天火箭碎片 中方暫時未有回應 派轉南海中葉島的飛軍指揮軍說 事發在星期一 當時飛方正是用船 將懷疑火箭碎片拖回中葉島 期間一手編號5203中國海警船駛近 並放出衝氣艇 艇上人員強行截斷 拖著碎片的南索 拿走碎片 飛方士兵並沒有抵抗 事後返回中葉島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中葉島由菲律賓實質控制 是南沙群島九個受飛方控制的島礁中最大的一個 除了有菲律賓士兵 中有平民居住 外國戰士接近九個月 烏克蘭紮波羅熱核電廠多次遇襲 外國雙方互相指責是對方所為 國際原子能機構警告 攻擊核電廠形同玩火 會觸發嚴重核災難 網上片段顯示一個水庫附近發生爆炸 上載片段的車神領袖卡德羅夫聲稱 是烏克蘭軍方攻擊雜波羅熱核電廠的一刻 控制核電廠的俄羅斯軍方說 烏軍在星期日炮轟核電廠兩次 都擊中向核電廠輸電的電纜附近範圍 其中一次更加命中核電廠一棟建築物的頂部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就將襲擊歸咎俄方 說俄軍攻擊核電廠裡面多個基建設師達12次 其中三次擊中變電站一帶 認為俄軍新一輪攻擊 是要阻止發電機組重新啟動 令到核電廠無法恢復向烏克蘭民眾供電 國際原子能機構說 襲擊由星期六晚持續到第二天 認為完全不能接受 重新撕襲者是在這裡玩火 構成嚴重核災難風險 強調必須立即停止 南部刻意從事自從被烏方修復之後 民眾逐漸擺脫過去大半年的俄式生活 到第一間重開的烏克蘭超市 排隊採救烏克蘭土產貨品 有市民說 他們現在不再被迫只能夠使用俄羅斯勞布 購買俄羅斯貨品 但他們盡快恢復和平 恢復全面供電供水的願望 仍然未能夠實現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說 刻意從事以至其他地區 繼續受到俄軍攻擊 中部的蒂列伯羅比德羅夫斯克 北部的哈爾科夫 以及東部的盧金斯克和頓涅茨克等地 有多動民用建築物備位 在同烏克蘭接壤的波蘭東部村中 上個星期已有導彈墜落爆炸造成的大坑 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兩個在事件中喪生的男人 已經先後落葬 波蘭邊防人員透露 烏方人員已經完成在當地的調查工作 波蘭和西方國家一直說 事件源於烏軍防空導彈追截俄軍導彈的時候 落入這條村 但烏方對有關港發傳疑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法國巴黎隊友景點 鄉謝麗寫大道 待起聖誕燈飾 在能源危機陰霾下 當局有戰能措施 法黎市長伊達爾光 連同法國凱撒長影帝塔克拉辛等人 星期日一同主持亮燈儀式 吸引了大批遊客去到鄉謝麗寫大道 不感受節日氣氛 燈飾會維持到春年的1月2日 受到俄烏戰事影響 歐洲已至全球多地面對能源危機 法國當局說 今年鄉謝麗寫大道的燈飾 耗電量會較低 包括縮短亮燈時間 張式燈時間又過往凌晨2點 提早到深夜11點45分 但不包括平安夜和隨即 預料措施可以在節慶期間減少4乘4的用電 而附近的電鋪 燈光亦都會較暗淡 響應當局節約用電的呼籲 香港單車節12月18日舉行 今駕有大約5000人報名參加 包括三位劍擊代表 又兼到轉線公路 他們都說比想像中難得多 跟劍擊一樣 帶回頭盔保障安全線 蔡俊賢 何思朗 方海鑫 三位劍擊港將 炸劍一定得 換成踩單車呢 看起來就似無似樣的 三個人將會出戰30公里賽 由於沒有相關的比賽經驗 在賽前才要通過一系列測試 除了摘鬼掉頭 還包括6公里繞圈測試 各人要在15分鐘內完成 香港單車節相隔4年再復辦 今屆大約5000人報名參加 一半以上需要先通過單車技術測試 而三位港將就未被考起 在12月18日可以正式上路 蔡俊賢就說測試比想像中困難 之前會覺得單車是要練到一個 很好的力量就可以踩得很好 但沒想過原來單車的技術含量都很高 對單車的理解不是很高 始終轉波那些都不是很熟習 不知道怎樣是最好的 可以怎樣最省力 所以這個就有一點技術 我會嘗試一次 大概試一個10K的 在公路裡面踩一下 看看自己的成績是多少 因為我想試一下 在單車自己那天 可以做到一個進步的 突破自己成績的一個記錄 無線電視記者陳嘉祥報道 又直回來又另一節新聞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